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尝试天热的话 然后我其实平时也比较喜欢穿风凉鞋这样子 但是这个袜子配这个拖鞋我觉得还是尝试的话还是需要元气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像Louis Vuitton这个牌子 因为我觉得它的元素像这每支元素它都有不同的新的元素 往里面加又有创新然后又有经典的传承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你会自己把控自己的造型风格 今天问的问题都是yes 我这个牌不用转过来 你属于那种我穿衣服是我自己做主 还是说会更多的参考工作人员包括造型场景的意见 会参考大家的意见 然后但是如果呈现出来的造型可能是我最喜欢的 有没有你觉得可能什么样的衣服 对 驾驭不了的 驾驭不了的 其实我今天在看秀之前我就听坦克的 我怕我驾驭不住这身衣服 但是结果其实还行 比想象中的好一点 暂时还是没有碰到过这个特别难驾驭的 你是否认同偶像是实力的自己面 能够并存吗 我觉得有很多长得好看的人 他们都实力也特别好 唱歌特别好 跳舞也特别棒 然后演戏也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什么对立面不对立面 原来在给史的东西拍摄之间新生带偶像 你不会在那边有OS一个 因为还蛮有实力的 那偶像我肯定不是颜值好的那个 对吧 我只能 颜值很高吗 没有了 No 我觉得还是把新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吧 你颜值和你的才华同时掉的水里相当美 这怎么掉的水里 比较看中哪个 比较看中实力吧 齐卫舟慧红一定要感谢粉丝 红不红都一定要感谢粉丝 你有很多有来多的机会 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所谓的粉丝效应上这些机会注意到你 肯定不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原因 我觉得绝大多数原因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和我的粉丝 有我的粉丝在身后默默的支持我 然后也有可能身边的人一直在帮助我 我觉得我其实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然后没有大家这么关心我鼓励我 所以我才能有动力慢慢慢慢走下去 然后慢慢实现自己的目标 你觉得你自己个人的原因有可能会有哪些 我能把控的就只有一点 机会来了抓住或者不抓住 这是我唯一能把控的东西 你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和所过的生活 你的22岁和别人的22岁可能会不太一样 你是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状态 你说工作很忙碌啊 充实啊 其实我很多身边同学现在毕业了 然后大家其实都挺烦恼的挺苦恼的 因为要找工作 那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但我很开心啊 我有工作啊 然后我很充实啊 快乐的度过每一天 会有一些自己自身空间的减少 就是这方面你会有困扰吗 这个有力肯定是有必有必有力 对吧 这个我觉得有得就有失吧 有失就有得 与频繁的social就是根据社交等等相比 你可能更喜欢一个人在你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还行吧 yes no yes no if 看心情 这个看心情 如果工作特别累 然后就会比较想一个人在家里好好休息 如果不是那么忙的话 可以和朋友啊出去聚聚啊 或者是吃饭啊怎么样 if时尚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